我们差不多连线马上带你来关注 红柱邱案宣判结果出炉 而我们看到了这家属也出现了 目前他们的最新的新生是如何 请主播红柱芬告诉大家 陈律师发言 努力了八个多月 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刚刚陈律师发言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的是一个真相 你觉得这个司法的话你们更想 我刚刚有说了 因为这整件事情已经被 这份起诉书所做的一个切割 那院方这边也是针对起诉书 来做一个裁量 所以没有人 看起来是没有人需要为这个史去负责 最终的情期只有八个月 那到底是谁要为仲修的史负责 我们到现在也是看不出来 不好意思 马一支要负责了 女长要负责了 爸可不可以看一下 主官负成败负责 请而已 是不是真的很难接受 当然是很难接受 像这种判决 刚才我女儿也讲了 像这种判决的话 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容忍军中在做不合理的事情 没有人权的事情 也会继续伤害到我们的子弟边 这是法律所判出来的结果让我们的感觉 黄妈妈是不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他有落泪啊 不知道我没有注意看 人们说让黄妈妈跟我们讲的是他怎样自己 因为他也有话想跟儿子讲嘛 我把您信心会太难放在里面 好 我们没有什么话 等一下 给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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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爸所以这样是不是更无法原谅那些官兵 我想我们发表几点 刚刚跟家属还有绿色谈的讨论之后的一个想法 第一点就是说在当时军检侦查起诉的时候 就已经切割了五四两旅 不用为洪仲丘的死而负责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我们本来很殷切的期待 检察官能够以公益代表人的角色 就五四两旅应该负担的洪仲丘死亡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要求追加起诉 或者法院能够主动来就这个部分加以调查 厘清 或者律事检察官来追加 但因为都没有做 所以我们又已经预见了 有关于五四两旅的旅长以下的各个人员 对洪仲丘死亡负责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在法律上要求他们承担的一个不满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这一个判决 用了妨害自由来判 就五四两旅的部分 就二六九旅的部分用了业务过失致死来判 那将他切开了之后 就妨害自由的这个部分 因为刑期过轻 没有办法回应 家属对于五四两旅将他送紧闭 招致二六九旅的禁闭式的人 对于淋略致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的一个一条人命丧失的一个承担 那这一点家属也感到不能接受 也就是说 在他可以良行的范围之内 只轻轻的判了八个月到六个月 这家属不能接受 所以刚刚 我们已经发出我们的声明 表示我们一定会请求警察官要上诉 那第三点就是说 家属一直以来 对于比较基层的士官兵 不想过度的苛责 但是不代表军中这样子的一个黑帮文化 可以这样继续下去 那如果法院的判决 判了六个月或八个月 造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有效的改善 而让军中这样子的一种教训 这样子的黑帮文化会继续下去的话 家属认为也没有办法回应 社会对于军中改革的一个高度期待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认为 地院 思考的不够周延 所以我们也一定会 就这一点 来请求检察官上诉 那这一点我想也是 洪中秋死亡当时 整个社会 寄望于法院 利用法院的判决 来强力的督促军中的文化 为彻底的改革的一个 很深刻的期待 那在这一点 显然法官并没有考量到 五十两旅虽然 对洪中秋死亡的责任被切割掉了 但是刑期呢 却单纯的只是用妨害自由 这个刑 这种所谓六天 这样来判 但是这六天 事实上就死了一条人命 并不是六天关完就出来了 而是六天关完之后 人并没有走出来 人是躺着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 或者家属也 告诉代理人都觉得 法官没有在这个部分 做一个深刻的 一个思考跟判断 就那底下 刚刚这个 图压律师的提到 就是说 会见请检察官在上诉 就家属的部分而言 你们会希望说再上诉吗 是我们都尊重我们律师团的意见 所以你还是觉得说 家属这个部分 还是不能够一旦的看见 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并不能复合 就是社会大众的一个期待 爸爸所以你也是再次强调说 不能够合家里的一个期待 应该不只不符合家里面的期待 也不如我们社会大众的 关注的期待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首先感谢各位媒体 这么多人来关注这个案子 那我想奔走了八个多月 今天台湾的施法 做这样的判决 我用这个手势 表达不满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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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 黑色的政府 黑色的国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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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斯瓦黑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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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已經好不容易已審到地方法院了 前案件 我想我剛剛已經把家屬的 最不滿意的心聲講了 媽媽她原本是想要來感謝大家 聽到這樣的判決她是無言 連講都講不出來 我想我剛剛的手勢跟我剛剛的形容 就代表我們家屬內心非常 對這個法律的判決非常的不能接受 很痛心嗎 舅舅你剛剛是比的手勢一樣的手是表達家屬嗎 可以停一下嗎 不好意思 大哥你又來 舅舅你剛剛喊的手 舅舅你喊什麼 舅舅你喊什麼 我們跟著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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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酒喊 你對於 你對於真的好不容易想把地方法院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判決嗎 謝謝各位 我想我剛剛已經表達了 謝謝 不要講話 講不出來 我不要加油 我不要加油 你給我恭喜 司法不告 司法不告 我們在畫面看到 在對於這個判決結果出爐 這洪佳仁剛剛也出面 對於這樣的一個出爐的結果 輕判他們都表示相當的不滿 而同時委員律師顧立雄 他也表示說 面對這樣的一個結果 會考慮要上訴 這是目前最新狀況 沒有,我要、空雄 我可以進行 我幫你 反映 我給你 一些地方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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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